彻底维护自己相关的利益 狼终究是狼 他们的残暴众人所知 从甲平凹的怀念狼 我们看到了狼群扫荡村庄的血腥 曾听说过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天狼发现山脚下有个洞 各种动物由此通过 狼非常高兴 心想守住山洞就可以捕获各种猎物 于是他堵上洞的另一端 单等动物们来送死 第一天来了一只羊 狼追上前去 羊找到一个可以逃生的小片洞 仓皇逃窜 狼气急败坏的堵上了这个小洞 第二天来了一只兔子 狼奋力追捕 结果兔子从洞侧面的更小一点的洞里逃生 于是狼把类似大小的洞全堵上 狼心想 这下万无一失 小动物也都跑不了 第三天来了一只老虎 狼在山洞里跑来跑去 由于没有出口 无法逃脱 最终这只狼被老虎吃掉 当然 这只是一个笑话 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狼的一些不留余地的残暴本性 狼会坚决地对自己的利益进行维护 对狼来说 每个空间都会是他必争的区域 他会为此不择手段 在人的生活中 维护自己的利益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没有人会对自己的利益受损失而无动于衷 平常邻居之间的矛盾 街坊之间的对骂 无不是利益受损所产生的结果 个人如此 那么企业更是如此 公司的利益是每个员工都要维护的 这需要员工做得足够的优秀 也只有优秀的员工才会把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他们会不分何时何地来维护公司的利益 作为企业中的一员 公司的利益其实也是个人的利益 大和与小和的关系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就这个角度而言 维护公司利益就等于维护个人利益 无论何人也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 作为公司的一员 维护公司利益 是一个员工必须恪守着基本的职业道德 一个没有或缺乏医德的医生不是一个好医生 同理 一个缺乏基本职业道德的员工也不会成为一个好员工 前者会受到患者的抵制及良心与道德的谴责 后者也会丧失很多发展的机会 使自己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 这与能力文凭并没有关系 有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去一家公司上班 出来乍到他很努力 但是时间一长 他的种种缺点显露无遗 公司老总很快便发现了他的情况 便在一个不太合适的场合把他给辞退了 他当然很气愤 但又没有办法 工作还是要找的 没过多长时间凭借名牌大学的文凭 他又找到了一家公司 在面试的时候 主事官问他 你以前干什么工作 你为什么会来到我们公司 他回答道 我以前在某某某公司干过 但是他们那个公司文化气氛不够浓厚 另外排斥外来人员 是一家很专政的公司 主事官听他这么说 很是惊讶 但很快就决定不要他了 他问道 你们为什么不录用我呢 难道是我不够优秀吗 主事官道 虽然你离开了你原来的公司 但是你还是有义务维护他的利益 你对原来公司的评价 很难让我们相信你 会忠诚我们公司 可见维护公司利益 应该是无条件限制的 这位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没有从本身找原因 对原来自己做的公司 大家批评 终而为此付出了代价 总之 不管是在工作中 还是在生活中 只有彻底维护自己 应该维护的利益的人 才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才能赢得信任与尊重 才能获得事与人生的成功